你好欢迎收看10月2号的未来电视 节目一开始马上带您浏览今天有哪些重要大事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台北电视节在上周顺利落幕 有哪些重要的内容我们为您做了重点摘要 接着带您看到的是凯罗媒体针对IPTV描述新媒体观众 我们有完整的深入报道 美国媒体资讯服务商Grace Note 推出智慧电视广告决策引擎为使用者量身设定广告 Google推出最新的荧幕投射架构 有什么新的创意带您一探究竟 第十届台北电视节在上周顺利落幕 包括韩国KBS半导电视台等95家国内外电视台 和影视业者参展各自呈现精彩的自制内容 而文化部长龙英台也特别参观了 由华视和9x9TV推出的云端电视网 汇流传统频道的线性与网路电视的非线性内容 包含华视的新闻直播 自制综艺节目和大型的歌唱节目 我们的那首歌等原创内容 还具有贴心的互动模式 让观众随选随看 而华视云端电视网 同时支援iOS Android和Web等平台 未来将持续开发支援Google Chromecast的版本 落实多云亿云 让观众在不同荧幕上享受多元的影音服务 而ET Today也报道 当购买版权成为趋势 大陆距相继进驻台湾 但华视不甘成为被输入的一方 出奇招反攻大陆 由华视自制的金牌老板影集 已获得大陆购买 以一级8000美元的价格授权 意外地将文化统战的炮火打了回去 也增加华人电视节目的竞争力